Hello,大家好,我是沈老师 最近真的是好久不见 最近发生在我们美国 一系列关于华人的新闻 由于几个月没有更新 所以我接下来可能做节目有点太生疏 所以我前面放了一个iPad当做提词器 这样的话我做节目会更加轻松 会不会影响整个的观感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告诉我你们的观感 今天要讲的这个新闻就是发生在美国 首先在佛罗里达州 三名中国男性策划了一系列的地沟油盗窃案件 你听了没有错 这个地沟油案件 过去我们常常听说发生在中国 但如今随着中国走线大军偷渡 到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一些中国人却把中国的这些陋习 这些道德败坏的勾当 照搬到了美国社会当中 我们有一个镜头 我们还没能够捉住他们 我当时看到他们的感觉 他们在捉住我们的油 一千万块钱 我还有警察报告 你语言吗 你语言吗 是中国人吗 你语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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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语言语言 I see the whole floorboard of your car is covered in oil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here for the oil that they have in their business and that's why I'm here So the more honest you are, the more I'll work with you If we're going to play the I don't speak English nonsense all night I'm just going to take you to jail and call it a night So go ahead and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 You're going to be detained right now, you're not under arrest I was putting gloves on because things covered in oil 100% OK, I think they're off So they did steal 'cause look that's where they had their hose hooked up and there's the valve for the oil right there where it comes to the kitchen Gotcha So they got their pump running and they're pumping into that big tank I'm sure they did I've been trying to catch them even the oil pumpers set up their own private camera Right This just made me like I was so freaking happy when I see them pulling Yeah Every night when I close I literally watch for like out in the back parking lots There's just box trucks They can never know for a good store also So I'm sure on top of that I mean I don't know Yeah So it's in this OK Yeah, so it's empty So where would they put They I imagine they just open it up and put the hose right on the top Yeah, they just stick it down in there 'cause you can see They cut this That's the language you speak? It's Mandarin, you might correct Hey, wait, wait, wait up Here You You English English What language? Chinese Chinese It's Mandarin Yeah Kind of weird It's cause he speaks English That's my understanding They don't call it Chinese They call it Mandarin Yeah My sister took Mandarin 2名被捕男子 分别为考力和王杰 我这个头发有点长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要剪一剪 观感是不是不太好 那另外呢 很多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更新影片 因为我一直都在玩这款游戏 它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突袭暗影传说 Raid 那这游戏在国外现在是No.1的存在 这款游戏不同那些纸片人 突袭暗影传说更注重的在于真实 这里的每个角色都比较逼真 就拿这个施旧来说吧 不要太霸气好吧 当你们还曾经在兽人精灵和矮人 这几种单调的种族的时候 突袭暗影传说中的种族 早已就多达13种了 那最近呢 Raid也在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 名为阿斯加德纷争 活动将持续到11月22日 玩家们可以收集4位基于北欧神话的英雄 分别是欺诈者洛基 精灵之锤 索尔 精灵之父 奥丁 命运编辑者弗雷亚 立即透过描述中的连结下载RAID 开始努力获得你的免费英雄欺诈者洛基 并迎接阿斯加德纷争的挑战榜 那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 有一些超棒的万圣节主题英雄 我还蛮喜欢的 比如缝合怪物和巴拉拉斯 他们具有吸引人的万圣节恐怖主题设计 以及在战斗中提供有效控场和高输出的能力 你们还在等什么的扫描我的二维码 或点击下方的连结立即获得专属套装 包括最强的史诗英雄巫果 达到15集后还将获得额外的史诗英雄扎扎拉 透过我的连结下载并立即使用促销码Monkey King 免费获得传奇英雄宋悟空 那我们游戏里见咯 地沟油盗窃啊 这个真的是让美国人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的 地沟里面的废弃的食用油 居然还可以被二次使用搬上餐桌 那最主要的都是搬上那些华人的餐桌 所以说这些华人呢 不仅在中国祸害中国人来到了国外 祸害的也是中国人跟华人 地沟油其实都是搬到中餐厅 这些同胞啊 真的是为了利益为了金钱 没有一点良心 这个新闻一经发出 就令很多网友都非常的气愤 那美国的社群上很多人我都有看到 不可思议啊 甚至美国人在讨论的是什么 中国人怎么这么聪明 可以把这些地沟油进行提炼 非法销售运用在什么燃油啊 所以这些美国人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啊 这些中国人的道德败坏之处 因为美国人时至今日 很多人还以为这些中国人是非法提炼 把它运用在工业用油上面 比如说汽车的燃油啊等等的之类的 他们远远没有想到 其实他们正是把这些地沟油 二次销售再次搬到餐桌 而不是什么工业用油 所以美国人远远不知道 中国人的这些恶在中国的这些陋习 有多么的道德败坏 那另外还有一起事件 也是最近发生在美国的 哎这个头发 这个头发长的真的有点烦人 那第二起事件呢 就是偷盗礼品卡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礼品卡被偷是什么那个利益链呢 大概了解了一下 就是在美国很多超市都会卖一些gift card 可能有Amazon的gift card 可能有各种网购平台 比如说Uber的 比如说有一些外送平台的这些礼品卡 那这些礼品卡呢 挂在超市卖的时候 当然它里面是没有任何钱的 比如说它外面虽然标了50块100块 它里面是没有任何钱的 这个钱是需要你去柜台 你选择你要购买的金额 扫码之后 那个工作人员再充值到 处置到你的卡里面去 很多人会觉得 哎那既然没有钱他偷回去 那不就没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损失 其实损失非常大 因为这背后涉及了一系列 道德伦上的诈骗 比如说去超市买了一个 100美金的礼品卡 几千台币啊 或者是更多的 这种大额的礼品卡 你买回去之后 你充值在超市储值了之后 里面就有钱了 可是等你到家 等你当以后某一天 要去启用这张礼品卡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钱没了 余额是零 这就是因为这些礼品卡 早在贩售之前 就已经被别人 被这些中国人偷出去了 偷出去了 他们透过技术去把那个 图层刮开之后 然后记下来那个密码之后 再把那个图层 再用专业的覆盖上去 然后呢再把所有的礼品卡 带回去超市 然后再放到超市的售价上面去售卖 当你买到了这个礼品卡之后 你就已经涉及金融诈骗 你就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所以他就让他们把他们的约组 然后把他们的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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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他们的约组 然后把他们的约组 他把他们的约组 你知道什么是吗 约组 对 你看到你的约组 我的护照 在放入 我的护照 在放入盐禁的时候 就没有带进 我刚进美国 没有住的地方 3481212 OK 好 但是我还要看 我明白这些 但我真的不在乎 所以 你怎么到这里 这些是哪里 我不知道 他们拿到这些 他们拿到这里 在这些 这些是在这些 他们拿到这里 他们拿到这里 把他们的约组 拿到这里 然后他们把他们拿到这里 然后他们把他们拿到这里 你可能有这些约组 我们可能 我不是 我不是把他们拿到这里 我没办法 我可以 他们把我放在这里 然后他就走 这些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买单 之后 我会扮认识 他整个人 靠一样 我应该 好 对 我应该 大家 那是 那是 我 是 我 我 我 それで 你 我 是 你 我 你 我 你 要 我 你 他 我 Illinois? Illinois He's hitting all Walmarts throughout the state of Ohio, Illinois He was last seen in Illinois What's he saying? Is your name Ming? Ming? M-I-N-G-U-E Is that you? Uh yeah Yeah I know it is Yeah This ain't the first Walmart you have problems with I picked my own one Is your last name? I'm not shouting on my phone buddy Is that you? You have his first and last name man Yup Detained and released by police department He has been caught He doesn't have a hard time with this one He has no ID at all on him Sir you I English no good You You You're going to jail You're going to start comprehend English real quick Hang on Put your hand under arrest I speak Hang on a second here Police we speak I understand something Hang on Hang on Amazing I speak Okay Give me a speaker Give me a speaker What罪 I'm done? Can you tell me? What罪 I'm done? What罪 I'm done? What罪 I'm done? I can't pull all these He says am I guilty of any crime? Yes One hundred two Chines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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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peak C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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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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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可以站在那裡嗎? 好 我來自 Texas 那你…我…你哪有… 我跑出來了 別動… 薛明 32岁 福建省福州市常乐区湖南证人 警方随后在骑车中 又发现数百张尚未激活的礼品卡 后进调查 三个月前刚刚非法入境 就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各种违法犯罪了 包括像是刚刚那个地沟游事件 我刚刚也在Google上搜寻了 还发现不只是这简单的一起 所以这背后其实有很长的利益链 不光是最近发生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 大家也可以自行Google一下 那最近这些新闻出来 真的是太丢中国人的脸了 太丢华人的脸了 太丢我们亚洲人的脸了 太丢我们亚裔黄种人的脸了 所以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发出来 希望这种事情能够被杜绝 当我们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时候 每一次的这种不当行为 比如说我们哪怕是在路边丢一个垃圾 都可能会成为其他种族 别人眼中的评判 我们整个群体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仅是个人名誉的损失吧 它更加剧了我们华人群体的 在外界的一个误解跟歧视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分享 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今天讨论呢 不仅是对这些事情的回顾 也是对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团体 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正面的形象 对 所以像我在美国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垃圾 一个垃圾都没有丢过 那这几事件也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 像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同样同样是华人呢 同样是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的 台湾人几乎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这个就让这个事件也让我私下我在想 为什么大陆人会有很多的这种道德败坏 甚至都没有个底线的这种事呢 我是觉得首先我不讲中国人 我觉得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 我是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大环境下 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受政治的影响 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 我觉得他对中国社会的长期的道德的观念 有长期的影响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 被全面挑战和重塑 这就是毛泽东导致的 他当年为了夺取自己的权利 他就不在乎中国人的生死 不在乎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种从上而下的价值观的重塑 其实深刻影响了一代 甚至多代人的道德观念 使得我们今天仍在其思想下挣扎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 有什么的观点跟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互动讨论分享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你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我刚刚在做节目的时候 一直在看着这个影幕 大家会觉得影响观感吗 还是建议不要这样子 还是说其实也没有差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来告诉我 谢谢 拜拜